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看看我的戰鬥力 今天這個牛腩撈麵 它的牛腩蠻好吃的 但是這個叉燒腸粉呢 我覺得就一般了 之前我在中斗總是點他們家的粥 這次第一次點他們牛腩 然後我其實還有個生菜沒上來 一餐是178 每次來香港機場 我都是要先找吃的 因為我覺得來香港機場這麼多好餐廳 如果沒有吃飽的話就挺虧的 其實香港機場也很適合購物 它有很多好逛的店 那個名店非常多 不過我覺得好像還是好吃的 對我的吸引力更大一點 早餐 水果 還有一些起司 我要請早餐 現在是法蘭克福的明晨5點鐘 然後外面再下小雨 現在到了法蘭克福機場 經常出餐都是到法蘭克福轉機的 那外面下雨 所以體感溫度其實還挺低的 初級艙之後 那在轉機的時候呢 我就建議大家一定要帶一個披肩隨身 這樣就不會覺得特別的冷了 這裏擺出的就是 CAYENNE COOP TURBO 五座版本 請見 移進來首先是一個很大的吹衣鏡 但其實呢 打開 它是洗手間 好隱蔽的洗手間 像密室一樣 那旁邊呢 就是一個衣櫃 這裡是mini bar 看一下有什麼 還是酒比較多 這邊是很通透的 一個透明的浴室 然後來到歐洲的酒店 我們一定要記得自己準備牙刷 他們比較環保 是不會給你準備牙刷的 但是這家酒店呢 他們的備品其實用的很考究 Avanda 這個是很有機的一個品牌 他們家的美髮產品比較有名 如果是比較長的大衣 就只能掛來這裡了 因為它的衣櫃其實有點短 床的部分我特別的喜歡 非常乾淨自然清爽 有點像杭州很多民宿 現在也走的是這種 簡約清新的風格 很小的沙發 然後小而美的桌子 最精華的是陽台 好靜密的格拉茨啊 Hello 我們現在準備出發了 今天天氣特別的好 然後現在所有的卡燕的庫布都在這裡 我今天分到的 你猜是哪一輛呢 沒錯 就是熔岩城最有存在感的這一步 而且是卡燕 Turbo的 卡燕庫布Turbo的一個頂配版本 好了等一下就要開著這一步 卡燕庫布Turbo版本呢 它在奧地利非常蜿蜿蜆去的這個山路上 其實呢還蠻大家挑戰的 Hello大家好 我現在呢是在奧地利的格拉茨 這裡的風光真的特別的美 就好像走在明星片裡面一樣 而來到這裡呢我們同樣試駕的是一款超高 顏值的車型就是我旁邊的這一部 新款的保時捷卡燕庫 那麼這款車呢尤其是熔岩城的這個顏色 相信你們已經覺得很熟悉了 在上海車展上的時候 它進行了全亞洲的一個首發 那其實在第三代卡燕在研發開始呢 他們就決定了要做一個庫布的版本 所以卡燕庫布和卡燕本身 他們有很多是完全一樣的 包括他們的動力系統 他們的底盤 還有他們的輔助系統等等等等 全都一樣 甚至你看現在這個前臉 除了這個熔岩城非常的亮眼之外 好像也看不出來跟現場的卡燕 有特別大的區別 所以呢我們要來到車側來看一看 你現在看到的我覺得應該是 市面上現有的ICUV coupe當中 最極致最運動最時尚的一個 溜背的造型 而這個設計靈感呢也是來自於 保時計911GT3的RS 所以它非常的有這種年輕的氣息 同時我們這一款是 COOP的一個Turbo的頂配版本 它是裝了輕量化的運動套件的 在卡燕庫布上面呢 全系標配的是20寸的輪圈 那麼在卡燕上面標配的是19寸 而我們這一部Turbo 它是選裝了22英寸的一個輪圈 而且呢這個造型也非常的運動 到後進也是熏黑的一個造型 來到卡燕庫布的尾部呢 我覺得也是它最精彩的造型了 首先呢其實在第三代卡燕上面 它就是第一款配備了空氣動力學 套件的一個SUV 它有一個頂部的一個擾流板 那麼在Turbo 卡燕 Turbo的版本上面 它是可以開合的 同樣在卡燕庫布上面 它其實把這個空氣動力學上加了一個優化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增加了一個非常拉風的尾翼 那麼這個尾翼在超過90公里每小時的時候 它會打開 而且它打開的這個幅度是很大的 我們這款車呢是加了一個氫電化的運動套件 所以它是有碳纖維的車頂 這個也讓這部車呢整個的重量會輕很多 另外其實還有一個選擇 也是卡燕庫布的一個標配 就是全景的玻璃天窗 那個也非常好看 而且採光度會更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後備箱 好 它的後備箱數據上呢其實是比卡燕要小一些 但是目前這樣子看上去其實還是非常夠用的 然後它的第三排也可以平鋪放一些比較長的東西 另外呢它有一個行李箱的隔板 然後這裡有網兜裝東西非常實用 有一個細節是它的這個隔板上面 也有JT車型的這種肩線的設計 我們今天試去看一下 其實呢內部的設計跟現在的卡燕也是完全一致的 只不過我們的這個版本它更加的有賽車的氣息 首先呢它加了這個JT的方向盤 然後它是用的Alcantara的材質包裹的 這個也是在我們這款車的整個的一個 這個輕量化運動套件裡面呢 整個的這個套件的大概要花付費16萬3的一個價格 那它包括了什麼呢 除了剛才外觀我們說到了這些 就包括這個Alcantara的方向盤 還有整個頂部的Alcantara的這樣的一個包裹 另外就是它的運動座椅 這個座椅的造型呢是所有的COOP都有的 非常有賽車的感覺 而且你看它的頭枕很高 它還可以增加這個非常經典的千鳥格的這個布紋和真皮的一個拼接 另外就是這個Sport Chrono的這個按鍵 這個是在所有的保時捷卡燕COOP上面都是標配的 那現在呢我們就去後排體驗一下它的乘坐感受 很多人都覺得COOP車型因為它是個大溜背 所以後排的頭部的空間應該會不舒服 但其實這款車雖然整個的高度是降低了20毫米 但是它的後排的座椅相應的降低了30毫米 所以呢它的頭部空間真的是完全很充裕的 我坐在裡面並沒有覺得不舒服 我的腿部空間也非常的充裕 那麼卡燕COOP呢你可以選擇要四座版或者是五座版 這個是不需要另外加錢的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Turbo它是一個標準的四座版 這個可以打上去 我們開的Turbo的版本呢它配備的是4.0T的烏輪增壓發動機 然後0到百公里加速僅需要3.9秒 現在可以給大家聽一下它非常誘人的聲浪 另外呢開了兩批車我突然發現卡燕COOP它是沒有後面的雨刮器的 為什麼呢因為它不需要 當電車開起來的時候氣流從這裡下來 然後碰到尾翼的時候再上去 所以雨滴不會在上面遮擋視線 但是如果是下雪或者是車非常髒的話怎麼辦呢 那你就該洗車了 其實要聽特別多的山道和彎道也是俄台車的 而且風景不換 今天大咖開車 現在這個路限速100你收的 對在北京我覺得應該限速30 沖壓大風車小遊戲緊張刺激好玩有趣 玩過一次就出不來了 今天要玩哦 點擊進入大家車言論公眾號 找到沖壓大風車就可以玩啦